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赵国的一个歌姬 就是反正大夫人家把你叫来 你给唱歌跳个舞啊 干这个的 那么这个赵姬呢 被赵国当时的一个富商给看上了 这个富商的名字叫吕不韦 咱们很多朋友啊 读过一本古书叫《吕是春秋》 就是这吕不韦写的 吕不韦何许人也呢 是当时赵国邯郸城里的首富 可现代话说就福布斯排行榜第一 很有钱和大商人 他出去呢 吃喝玩乐的时候呢 就看上这个赵姬 把他领回他自个儿家里头 纳为小倩 这对于一个貌美如花的歌姬来说呢 他不管他怎么能 那大会唱歌会跳舞长得漂亮 他嫁给这么一个富豪 对于他来说就是荣华富贵 掉进了富国里边 可他没想到的是 吕不韦啊 看上的另有所同 不仅仅是涂了年轻貌美 那吕不韦想干嘛呢 吕不韦想把赵姬啊 当做一个礼品 也是一个卧底 送人 送给谁呢 这个人呢 叫赢艺人 赢呢 就输赢的赢 艺人 奇艺的艺 哎 艺人 说怎么这个姓挺怪呢 大伙记得秦始皇叫什么呢 怎么知道秦王嬴政啊 对 嬴政 这个艺人 就是嬴政的父亲 说是父亲 不是真父亲 怎么回事 你接听我往下说 这个营艺人呢 当时在赵国 说他这个秦国的盲孙 怎么在赵国待着呢 在下听说 赵国靠有秦国的人质 秦国这样大举的进攻 他就没有一点顾虑吗 这个人质叫 叫营艺人 他只是秦国二十几个王孙中的一个 如果秦王真想灭到赵国 我想他不会在乎这个王孙 既然作用不大 何不如将他杀了 以平民愤 不 他是我们最后一颗棋子 不到最后关头 我赵王不会杀他 我们也知道这个春秋无翼战 战果的时候更打着乱七八糟 说打仗就打仗 有的国王为了自己的地盘 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不管孩子的性命不性命 所以凡是当人质的王孙呢 招不保夕 倒于脑袋别的裤腰带上 这个营艺人呢 就是这么一个倒霉的 被这个秦国呢 给送到赵国呀 当人质 所以他在赵国这日子 你想能好过吗 可是这时候偏偏吕不韦 看准了 看准什么 这个营艺人呢 将来能当谎 能当大王 所以由此 吕不韦想到了一招 狠毒的办法 政治投资 就这么呢 他把营艺人请到自己的府邸 请他喝酒 喝酒的时候呢 就让赵基上来跳舞来 这营艺人一看眼睛都直了 赵基长得真漂亮 所以吕不韦一看 哦 上套来 所以酒过三巡 菜过五位 把赵基弄进去 就跟营艺人说了 说我呀 准备把我这哥基赵基 送给你当老婆 你看怎么样 哎呦 营艺人一听乐的 独在异乡为一刻 每逢佳节被私勤 身边有个翘下人陪着 多美的事啊 那对吕不韦是千额万谢 就这么的呢 酒院之后就把这赵基 带回去了 称他老婆 可这个时候赵基已经怀上了 怀着谁呢 怀着吕不韦的孩子 埃及 怎么了 有件事情我说出来 一定能让你舒心 哦 什么事 我有身孕了 啊 啊 是真的吗 埃及 你说的可是真的 结果这孩子生下来的 一人不知道 把他当自个儿的宝贝看待 结果没过几年呢 跟赵湘王驾崩 一人他爸爸安国军继位 又没过三年 安国军驾崩 一人这下走了红运来 被从赵国迎接回秦国 登基大殿 这他一当了大王了 一人呢 肯定得报答自己的恩人呢 把吕不韦弄过来了 当朝的宰相 然后赵基呢 肯定就是皇后 立了 嬴政为太子 结果这个时候 吕不韦跟着过来了 成了秦国的相国了 那不得了了 他始终保持 跟赵基有一腿的关系 就瞒着这一人 没过几年 一人身体也不怎么跑死了 这时候呢 秦王嬴政13岁登基 你看他岁数小啊 所以这时候 吕不韦被封为雅富 相富 就我们说仅次于他爹 执掌超纲 这回他跟赵基 更加肆无极大 这个时候吕不韦啊 已经快六十了 而赵基呢 当三十多岁 虎狼之年 吕不韦有点扛不住了 这么下去 我这把老骨头 得交代到这儿 怎么办呢 我给你找个替代品吧 找谁呢 找的这个人呢 叫老鞋 这个老鞋呢 没别的长处 叫身体好 身体素质相当好 而且呢 据说这个 房屋树炼的还不错 就这么的呢 他把这年轻的老鞋啊 假装成太监宦官 给送到宫里去了 那跟赵基一见面 干柴于烈火 俩人就好上了 吕不韦呢 得以抽身出来 安心当他的政治家 就在那个时候 刘不韦写下了 吕是春秋这部书 传誓之作 那么这个时候 秦王营正 一天一天的长大了 他也听说了 自己母后赵基啊 跟着老鞋不干不敬 到后来 弄出什么事呢 赵基怀孕了 怀孕了 为了躲着事啊 就说我在皇宫 住着不舒服 搬到城外 二十里的一个地方 叫雍宫 躲到那里边来 把跟老鞋 这俩孩子还生出来了 这时候营正呢 一心忙活着一统六五 没跟我管这事 尽管挺恶心 他听了之后 假装不知道 睁一眼闭一眼 可是时间长了 鼻里他没招 两眼都得睁 为什么呢 这闹矮胡说八道 有的借着 跟群臣喝酒的功夫 借点酒劲 他说什么 你们谁是敢扔我 谁敢扔我 我是当今的大王 就指前往营正 我是他假爹 你再看没这称号 他得管我叫爹 这大臣都明白 什么事 那跟那个秦始皇 他妈好啊 都生俩孩子了 你看 有大臣就报告给秦始皇 嬴政一听气的 这时候嬴政的 没有一统六国 你气得要死 是这样败坏 我宫廷的名誉了得吗 咬牙切齿的 这消息呢 通过太监 透露给老矮 老矮一看 得了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与其这样 不如我先动手 划了些挡雨呢 就要把这嬴政给杀掉 自己想当皇上 那哪成啊 他个杂派军 他肯定干不过正规军 结果秦皇上 这个迅速平息叛乱 把老矮五马飞食 然后杀进雍宫里边 把这老矮和他母亲 召集淫乱生心的俩孩子 活活给摔死 然后把他母亲打入冷宫 囚禁去了 那么后来很多大臣呢 就劝 说你呀 毕竟是你亲妈 不能这么对待她 哎 秦皇爷正义琢磨 自己要一统六国 当乙礼服人的 乙德服人的 我是对自己亲妈的 我呀认错 把自己亲妈 从冷宫里接出来 恭恭敬敬的 接到皇宫里边 你看 嬴政后来 还做了这么场秀 那说这吕不韦呢 吕不韦听说这事之后 吓掉死 也知道 秦皇嬴政 拼狠手辣 不会认自己这个亲爹的 所以在家里啊 弄点毒酒喝去 死得了 我也不到这边顿 所以召集淫乱后宫 这在历史上 管这段呢 叫召集之乱 最后嬴政 平息这法 祸乱 才一统天下 所以你看这个 赵基这一辈子 好像挺乱乱似的 可其实呢 他是个不幸福的人 就他没有在这个 情变过程当中呢 获得自己多少幸福 他是为了追求自己幸福 但其实他始终被别人当成妻子 拽来拽去 赵基